好 同学们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要去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这个遮罩的一个作用了 好 那么遮罩啊 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去进行理解的呢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 好 首先呢 我们呢 打开我们的图片素材 双击啊 就可以了 找到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对应的案例 那么这时候的话 在我们这个里面的Lesson06 我们把这两张图给它打开 一个是即将发布的这个6月13号 对不对 WWDC的一个图片 那么这时候我们直接把这张图片呢 拖到我们的这个合成窗口里面来就可以了 好 适配一下啊 适合一下窗口的大小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有一张图片 那接下来呢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完整性的画面 但是我希望我们出现画面的时候啊 字 尤其是这里面的标题字 是一个一个出现的 那这时候怎么样去弄呢 好 那么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你看 选中图层 选中对应的图层 那么这时候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任意选择 比如说这两个造型工具 也就是可以说用来绘图的 我们统称为造型工具 我们比如说我们选择居形 那么这时候选择居形的时候 你看 哎 这地方 如果我们是慢慢的出现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进行出现 哎 这个动画的话 是不是就有可能变得有意思一点 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好 那这是我们的这一块的 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小的遮罩 我们来看一下显示透明网格 你看下面的是不是就透明掉了 如果这时候我们不想要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遮罩 那这时候我们把这个遮罩删掉 它是不是就回复到原来的状态了呀 哎 非常简单 好 我们再来一遍 好 选中图层 那么选择你喜欢的形状 好 OK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想要显示的部分 好 那么在这里面经常有同学会问 说老赛 我一不小心把它收起来了 我这时候要再按快速的找到蒙版 那这时候按什么样去按什么键呢 首先确保你的铸路法在英文的状态 按一下键盘上的M键呢 它就会出现这个蒙版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这时候我就想了 我现在要把这个去做成一个什么 小的动画 对不对 我们希望这个字是一个一个出现的 那怎么办 非常简单 好 首先呢 我们在这里面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整个的动画要一秒钟去完成 或者两秒钟去完成 我们先去打结束针 这个地方呢 你看它是不是可以打关键针啊 哎 我们打一下关键针 好 这是最后结束的状态 那么其实的状态呢 我们这时候是不需要看到任何内容啊 我们不需要看到任何内容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找到我们的形状 找到我们的形状 你可以呢 把这个形状呢 适当的去进行调整 我们来看看 它能不能去进行一个调整 对不对 好 我们这时候确定一下 哎 有没有 能看到吧 哎 直接的你可以把这个值呢 往左侧去进行移动 对吧 进行移动 哎 你看 这时候它是不是就没有了 哎 来看一下 这个动画啊 它是不是就慢慢的就进来了 但是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有一点拖动过度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发现啊 它其实的状态呢 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这时候我们先不管啊 这边应该是200多的啊 应该是200多的位置 我们来先看一下大概的一个效果 哎 能看到吗 哎 这样的一个遮造动画就有了 好 我们把这个关闭 对不对 好 那么为了确保我们整个的画面呢 跟背景色是保持一致的 哎 我们这时候右击啊 合成设置 合成设置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利用吸管工具吸取一下它的背景色 那这时候它看起来就顺眼多了 我们来看看 哎 能不能看到 哎 这样的一个遮造动画呢 它基本上就有了 这个文字是不是就一点一点出现了呀 能看到吗 哎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 哎 舒服的 哎 我们来预览一下看看它大概的一个效果 能看到吧 哎 hello wwdc 16 对不对 哎 非常方便 那这是呢 我们通常经常用的一种就是文字出现的一种方法啊 就是着字出现了 当然其实我们一般的如果着字出现的话 我们用文字工具做 但是这种呢 是我们目前比较好理解的一种方法 哎 这是遮造的第一种用法 好 那么第二种用法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把我们的魔兽啊 最近的话这个魔兽的这个电影啊 非常的火爆 对不对 那现在我要用到这样的一张 这个这个 来渲染它的效果 你看整个的画面的图 这个图片呢应该说是非常的精彩啊 我们来试这个100%的状态 我来看一下 对吧 按一下按一下波浪键啊 ESC下面有一个波浪键 你就可以全屏预染啊 按一下波浪键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发现 哇 的确很棒的一张图片 能看到吧 哎 但是这时候 比方说我现在我不想看到这个城堡 我不想看到这个城堡里面的整个的画面 我只想把所有的对焦中心 放到这个角色上面来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工作呢 好 那看一下啊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如果我们要去营造气氛 我们在这里面就右击 新建一个固态层 当然现在我们应该统一的叫做纯色层了 对吧 以前叫solid 英文的对应的solid 好 我们在这里面新建一个黑色的啊 一定是一个大黑色的啊 所以这时候最左下角的一个颜色啊 那有人说老是你营造了这样的颜色 岂不是就看不到了 不是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把这个眼睛先关掉 对吧 我现在要营造这个人物 那这时候用椭圆了 对不对啊 选中这个层 好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直接画一下啊 直接画一下 好 那么在这里面同时把眼睛眼睛点开 但是这时候你是不是发现 只能看到看不到人物了 只能看到什么了呢 只能看到人物以外的部分了 那这时候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反转呢 反转一下 你是不是就看到这个对象了呀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但是这时候啊 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看到 应该是有一个过渡的 这个边缘不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很硬 深硬的状态的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哎 请看这个蒙板下面啊 有一个叫做模糊的值 对不对 有一个模糊的值 我们找到语化 把这个语化值呢 适当的给它呢 调整一下 对不对 那扩展值呢 你可以往外 往外这个范围是不是就变大了呀 往内是范围是不是越来越小 能明白这意思吧 哎 所以在这里面有两个 不透明度 你也可以稍微的去进行一下控制 都非常的好理解 哎 你看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没有这一层的 哎 这个气氛就是整个的是 中心是在呃 左下角的 而有了这样的一层蒙板之后呢 这个整个的效果呢 就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就在这个角色身上面了 那如果你这时候 比方说我的确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那比方说原来的是这个 那我们可以打一下 不蒙板的不透明度 对吧 原来是0%的 那这时候我们很快速的给它 比如说慢一点的啊 慢慢的慢慢的营造这种气氛 把这个呢 整个的中心啊 往这个这个我们角色身上面到 对吧 啊 加载到我们的这个角色身上面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的一个小的动画 对不对 能看到吧 慢慢的慢慢的天就暗下来了 整个的这个 就是说呃 对焦中心呢 基本上就在人物啊 主体本身上面来了 所以这个的话对于大家来说 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一个知识点 好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这一块的这个知识点 关于我们的这个遮造的两个用法呢 大家要明白啊 好 那么本节课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个地方 非常感谢大家学习 我们下节课继续跟大家分享